因為今天就要送養了 然後我這兩天都沒什麼說服 好像沒有好好抱負你 最後囉 那你要對後期要說什麼 說好過後的 阿姨是真的值得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我覺得狗狗王是需要陪伴 昨天我坐在裡面跟他聊天 然後講一些話的時候他突然間靠近我 然後溫了我的臉這樣 你不拍照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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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喜歡你 你知道他為什麼表現優異嗎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要討好你啊 這是最高的 他說謝謝你 我已經寫好了兩封信 所以我已經寫好了 你到時候應該就可以看到內容了 我的心已經 寫在這封信裡面 然後也希望 他能夠感受到 我對他的 愛吧 好我知道你一定聽不懂 你也看不懂 但我知道 你知道我在幹嘛 對不對 是嗎 好 你還依然不知道 這一次錄製辛苦了 謝謝你 跟我在節目裡 一起跟我玩樂 學習 闖關 從一開始對彼此的陌生到熟識 我們真的經歷了很多 接下來 你將到新的環境 那個真正屬於你的家 還有愛你的主人 所以 你一定要聽話 一定要乖乖喔 好嗎 細心的聽話 收好 Good girl 乖乖啊 這是一個 讓我跟他 SIMBA 都會更 放心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不用再飄移 不用再移動 不用再讓別人去 感覺他像一顆球一樣 送來送去 轉來轉去 他可以一直一直住在那裡 然後去感受 整家人給他的愛 我希望他可以 慢慢的慢慢的 把以前不愉快的 難過的 曾經被欺負過的 被虐的那些事情 慢慢的去遺忘掉 我可以先去遺忘 我可以去遺忘 唯一 擔憂 甜色 很煙